行人交通路權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過去這幾年時間我個人做得不好 讓行人或是國內的交通的這些死傷這麼嚴重 我先在這裡跟他一舉功表示我的道歉 我們對於整個行人路權 怎麼樣讓我們的小朋友 怎麼樣讓我們的長輩 怎麼樣讓我們身上朋友 還有所有的民眾 有一個交通安全的環境 是我當為交通部長 責務旁貸客部融化要馬上做的事情 這次五大訴求我是一一的去賭了 我一一會一個正面的回應 也希望針對每一個建議 每一個細節一一來檢討 來納入我們對於行人交通安全改善的一個政策來進行 我們現在最急的一件事情 在過去在整個交通安全或是行人路權 所跨的部會或是中央跟地方這個權責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大陸交通安全基本法裡面 就是要把中央部會誰要負責任 地方政府要負什麼責任就把它寫清楚 也把這一個層級提高到行政業來開大灣匯報 這個就是由行政院的程局帶動全國的各級政府 各部會把我們行人或是交通安全做好 那另外我們對行人設施的改善 現在分為短中廠來做 最短期的最急的 我們全國來調查600處最嚴重的造勢路口 這個部分也包括大家可以跟我們建議有哪些路口要改善 我們要立即來改善 我身為交通部長在我任內的任何一天 我將以行人路權的改革跟交通安全當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需要你們支持我 當作我的後盾 我們一起努力 剛才談到2030行人事故減半 我同意 2040行人這個臨死亡 我也同意 我也會朝這個目標跟大家一起努力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